图文 达人军军独家原创 未经授权严禁撰载 抄袭正应该举报监狱 52岁的黎明先生电影发布会 好久不见的黎明不但身材发肤严重 而且脸上正文明显 不得不让人感叹 天王真的是老了 虽说老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但是作为四大天王最小的一位 跟几位哥哥们比 黎明确实有些老得太过确速了 尤其是身材控制就更有些放松了 相比于现在还活跃于影视 演唱会的刘德华 张旭友 郭富城来说 黎明很早之前就转到了幕后 基本上没在有新的作品问世 提起昌明作品 毫无疑问 黎明确实是最少的那个 但是不得不承认 年轻时黎明的颜值 真的是四位当中被公认最高的 君君觉得 毕竟让曲友 有德华 郭富城三男环都活跃在一线 经常开演唱会餐点电影 所以对于身材保养就更多一些 而黎明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属于锻炼发胖也就在所难免了 虽说事业方面 黎明没有很重视 但是对于感情黎明却很是上心 不管是精力还是金钱方面 黎明可谓毫不手软 当年黎明与乐吉尔的恋爱简直就是一偶像制 虽说乐吉尔比黎明小了整整13岁 但两人恩爱令所有人羡慕 黎明更是对乐吉尔宠爱有加 两人在结婚的这四年期间 送给乐吉尔的礼物可以用添加来形容 5000万豪柴 超4000万的油 1000万的金利 5亿的物业产业 2亿的现金 这些都是黎明送给乐吉尔的礼物 据不完全统计 黎明至少在乐吉尔身上花了有7.5亿 据说就算两人离婚 黎明还给乐吉尔很大一笔钱 真的算是爱到深处了 而前段时间 黎明宣布当爸爸 而新女女友就是其助理 新女友为黎明生下女儿 其奖励也根本不会上 据说新女友以及父母已经搬进黎明的好宅 如今 十九没有出来的黎明付出拍戏 估计也是为女儿挣奶粉钱吧 不过面对圣财八福的天王黎明 不知道这动作戏 还能继续以往的帅气吗